改革开放以来,一批蒙古人通过开金矿,贩卖紧俏许可证,和收购证券等方式一页报复,成为新贵。 图为蒙古国劳工部长,蒙古大呼拉尔议会,人民代表大会,成员博朝克图塞汉,蒙古第一相铺首朝青龙握起拳头,向一名外国人解释蒙语而汉的男子汉的意思。 图中的这位是蒙古大众传媒首席执行官,蒙古现在有400多家上市公司,蒙古的这批富豪,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,单单在乌兰巴托就有300多家酒吧,娱乐业的发展使得歌手、影视明星等,成为蒙古富豪阶层的新兴力量,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采矿业的暴力下,不少人甚至预言。